这绝对是号称小星童年阴影的一击 三天没上大号 结果被强行捅屁股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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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最后却成了幼稚园的英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在幼稚园 上课期间吉永老师发现小星不在课堂上 就在这时小星捂着肚子走进教室 连吉永老师的问候他都懒得搭理 看着小星无精打采的样子 吉永老师询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小星摇头说没有 随后上体育课期间 小星独自在一旁捂着肚子 紧接着小朋友们开始玩赛跑 大家都努力冲刺 可轮到小星时 他却站在原地不动 吉永老师一脸疑惑 鼓励他赶紧跑 就在这时小星突然捂着肚子 面露争鸣直接趴到地上 这可把吉永老师给吓坏了 赶紧将他背起来 以一百麦的速度奔向办公室 这时松板老师得知情况赶忙叫救护车 结果却被小星制止 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 肚子不痛了 这恢复的速度让两位老师不敢相信 一番追问之下 小星突然又开始痛起来 然而松板老师又在一边嘚瑟 吐槽向日葵般的学生不中用 松板老师表示这点小事交给他就行了 接着开始跟小星了解病情 小星指着肚子说 这边肚脐下面大象上面 那就是下瀑布 那是怎样的痛法 小星这番描述让松板老师一头雾水 就这样两位老师又开始在一旁争吵个不停 与此同时小星又开始痛得面露难色 齐勇老师赶忙用手抚摸他的肚子 哦 那个是什么表情啊 看着小星的肚子胀胀的 于是询问他几天没上大号 在小星口中得知他居然三天没有上大号了 这就是肚子痛的根源所在 实在没办法 两位老师一致决定使用那一招 马上就可以帮他治好 随后小星就被脱掉裤子强行按在桌上 齐勇老师拿出开赛路 很快捅完屁屁后 小星马上就去上了的大号 肚子痛也得到了解决 宁依和风尖过来恭喜小星治好便秘 可小星却嘚瑟地表示 灌过肠的人才是厉害的人 并且他已经灌肠灌过十次以上了 风尖 你呢 从来也没有啊 那就是我赢了 就这样 心好心哟 对耶 好有男生 好帅哦 小星